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書機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嘿,然後,哦愛,視影,好,嘿,然後,無厭的ee 很豐富,成好,來,片頭一開始,我們先追逐著對方這個殘血的馬洛斯 交了一個不之所遠的閃現,最後用一個二技能告中 好啦,那這一波隊友想要入侵紅BUFF 就跟著一起錄,這紅BUFF最好是讓射手拿掉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主軸啊 我呢其實是很喜歡馬洛斯大家都知道 那馬洛斯在這個版本也很兇很強 那很可惜對方拿掉了馬洛斯 我就沒辦法玩馬洛斯中路 但馬洛斯其實是需要看陣容的 不是說什麼陣容拿馬洛斯出來都很強 馬洛斯是一個遇到拉打角色多的陣容 就會變得很難打,因為他根本揮不到你 所以呢我只要看對方選馬洛斯 如果我在走中路的話,我就選手比較長的 就不會選那種需要近戰打的 那你說拉茲可能會衝過去近戰打馬洛斯 但是會玩拉茲人不會在沒有辦法決定勝負的時候就衝到戰局內 除非就是隊友很多,那你才會瞬間衝過去 這個順傷也足以讓馬洛斯這種角色一次受到大量的傷害 那再呢就是我們平常就是在對線的時候 就用二技能poke就好 打團戰前就用二技能poke對方的馬洛斯就好 因為馬洛斯在這個版本實在太兇悍了 那傷害呢也提高了,然後攻速也變快了 好今天看到莉莉安一個二技能命中之後呢 我一技能假裝要揍他,其實要清兵線 那超人從後面突襲了他一下 其實呢你看到隊友呢玩拉茲的時候 你就要去幫助他清兵線 呃前提是你是輔助 因為輔助現在不會搶經濟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輔助,你看到拉茲在清兵線 你一定要去幫他 因為拉茲清兵線速度真的很慢 是一個遲緩額,你真的需要幫忙他 然後這一波抗對方馬洛斯一個一技能 他繳了一個閃線,沒關係 我們再用普通的這個被動啊,把他揍回來 那我們大招看仔細啦,準備要好了 準備要來到四等 OK上四之後呢,我們差不多可以修一波操作 這邊抓到馬洛斯一個走位失誤 直接一技能加大招最後一個二技能 轟路可以收掉 拉茲的操作其實很靈活 你不一定要二技能先打到人再怎麼樣 二技能打到人當然是傷害可以最高 可是呢像這種打團戰的時候 你有控制到對手其實是更重要的 如果你是說要走這種單殺的話 那種瞬間殺就要殺爆對手 那當然二技能要先丟 來這邊看一下 二一技能用普攻把力量拉回來 這時候再一個大招拉回來 力量還想走嗎 他交了所有的位置之後 我一個二技能瞄準 然後往後拉成功的 搭配沃瑪爾代掉對方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在打力量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記得 你的普攻第三下 是會把對方往回推的齁 好我這把想說要離開啦 結果沃瑪爾給我一個治癒 一直就告訴我說 欸留下來繼續打 好你的指令我聽到了 馬洛斯也過來 馬洛斯現在四等有大招 我直接把他擊飛 但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版本馬洛斯呢 就算他在飛行過程當中 你要揍他揍爆他的時候 他還是 還是飛得上去 好不好還是飛得上去 那這邊很可 很混亂 非常混亂 不知道在幹嘛 那這個力量是不是 剛剛繳了一個閃線還是幹嘛 我不太知道 可能繳了一個位置技能吧 好我們這一波 其實我繳一個閃線 往前衝是可以揍掉達爾西的 但是居然被達爾西的一個馬洛 這個E技能給打到啦 實在是很可惜啊 不然的話 我本來是想繳一個閃線過去啦 這邊剛剛你可以看到我一個寸步 想說要往前揍了 一個寸步 結果呢 怕解又拉回來了 好這邊揍到對方的亥犽 再用大招拉回來 完了 我這邊被對方達爾西抓到 不過沒關係 我有這個 凝霜寶珠啊 那還好是 隊友也幫我收掉達爾西啦 剛剛是蠻驚險的 蠻驚險的 好中路的話呢 我看到了超人直接推出來 我心裡想完蛋了完蛋了 沒參與到 這邊一個帥氣的閃線進去之後 想說二劍往後拉 結果夜路走多了 總會三明治 直接遇到三明治打人 把我夾在中間 三夾把我夾死 好啦那 剛剛那一波呢 其實很衝動啊 因為我們畢竟處於有個優勢狀態 沒必要這樣一換一 優勢的時候 你一換一其實是相當相當虧的喔 好上路的話呢 現在呢 我們跟這個 馬洛斯還有 特納斯 沃瑪爾 組成第七班小組 第七班小隊要去執行任務 要執行一個蹲草暗殺任務 這邊的話到中路呢 我們看一下 馬洛斯在上 還有沒有人在上 想說呢 可以來這邊蹲點 我呢 率領全隊呢 過來 全部都是路人 路人假路人蟻 全部都很聽話 他們都知道我要幹嘛 我們在這裡蹲 看對方有沒有笨笨的走這條路走過來 顯然發現對方的智商呢 比我預估的還要來的高一點 他們全部都集中在中路啦 好這邊再瞄準一下 看一下馬洛斯的位置 可以三指操作 看不到馬洛斯的身影 這時候呢 我們就慢慢再往下走 往下走 你可以看喔 現在呢 你知道誰壓力最大嗎 我壓力三大 我壓力最大 因為我帶著大家一起去蹲草 結果什麼屁毛都沒蹲到 這壓力很大 你知道嗎 這感覺就很像 你說欸來來來 我們去 這個去哪裡去哪裡 然後結果過去 什麼什麼毛都沒抓到 好 其實很尷尬 直接尬在那邊啦 好啦 這個版本的法師呢 出 這個 拘魂是很強的 那對方有馬洛斯 又有這個討人厭的 阿格尼 所以拘魂非常非常好用 那再加上對方射手 後期也會吸血 對不對 來這邊馬洛斯直接蒸發 沒問題 再一個二技能揍對方的 唉呦 對方大西想要收我們的射手 我直接大招黏過來 一下普攻直接帶掉 好 我們這邊就邊清兵線吧 把兵線給推進去 好你可以看到現在只剩一個莉莉安在守 但很可惜我們現在沒有射手 唉呦有個雙壓不錯不錯 不對他是單壓 來我們再持續破個力量 砰一下 有沒有看到 血量直接掉到四分之一 再砰一下 沒砰到 沒關係這一下 砰一下 血量剩一半 我們再砰一下 卡哇砰嘎 沒抓到很可惜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想說把兵線給清一下 本來想說一個漂亮的閃線要過去 直接閃一大拉回來 又看我馬在旁邊等待 結果呢 沒帥城 直接英雄變狗熊 這一波剩我一個人在這裡 結果遇到阿格尼 完了完了 直接被帶回來 帶到死神的領域裡面 好可惜 好可惜 好沒關係 這邊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我揍到對方的亥雅 這亥雅再過來給我揍個兩三下吧 來 趙雲在右側 準備抓對方馬洛斯 直接劈下去 馬洛斯瞬間蒸發 嚇死啊 OMG 我這邊二技能揍到對方的亥雅 他嚇了一個直接跑掉 我還有個大招 我想說完蛋了 二技能先往後拉一下 我血量掉的超快 被對方達爾西猫個這一下 差點葛屁啊 嚇死 但我還是很犯賤 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是這樣 血量纏了不回家 犯賤 那我呢 是有出生命法杖 但是現在呢 是出那個小小的小吸血 那拉茲的傷害其實很高 所以呢 用拉茲去打野怪吸血的話 效果是 我就算不錯 在法師裡面算不錯 遇到對方亥雅 亥雅發現我十足 馬上開大招衝了過來 以為我不知道 他現在就想自我於死滴 但其實我在演戲啊 你不懂啊 我隊友都在身邊啊 你還敢過來追我 那對方的阿格尼衝了過來 嚇死我 真的嚇死 結果對方 直接葛屁 被特納斯射死 這就是我的 忍術 詐欺之術 嘿嘿 好啦 這兵線呢 再吃掉 這時候隊友呢 往前打 我想說塔就剩這樣一點點 不打白不打 那 但是隊友好像 其實就可以打 那我個人呢 想說我就去邊農 經濟 然後邊回血 不要回家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 你知道嗎 我每花一秒鐘回家 非洲就流失了一秒鐘 你懂嗎 好啦我們現在把這個 靈魂烈鷹 趕快收掉 趁現在呢 就是有血就趕快回 那你看超人多可憐 沒血怎麼樣 只能回家 你看多可憐啊 我呢 沒血就打打野怪 血量就回起來了 你看是不是 輕鬆簡單又方便 啊 居家旅行必備 是不是 好生命法杖出來 拉茲其實也很仰賴生命法杖 因為生命法杖給的吸血 其實 因為拉茲傷害高 所以其實是算感受得到 但前提是打的是脆皮 打那種坦克就感受不到 在拉茲很容易衝鋒陷陣 這邊馬洛斯漂亮的一個大招 強調了凱薩 準備歡哭的時候 結果對方直接滅掉三隻 好慘 我這個二技能很可惜 沒打到對方莉莉安 所以呢他們只滅掉兩隻而已 如果說啊有打到這方莉莉安 那我絕對是可以 啊怎麼樣 應該是收得掉 沒問題啊 隊友應該是跟得上 蛤他們現在死兩隻對不對 死兩隻怎麼樣 等於是快死全部啦 來來這邊持續poke 我們最強就是poke 跟莉莉安互相poke 你poke我我poke你 可惜莉莉安剛剛瞬間繳了大招啊 然後呢產生了免疫 好對方的阿格妮還想要亂抓倫 現在他們只剩兩隻在這裡 欸欸這個這個阿格妮好像快死了喔 我又貓到了 那超人過來 再揍一下亥莉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poke能力啊 poke的準度啊 基本上百分之百啊 在這一波會戰 怎麼poke怎麼有啊 啊 來來這邊還想過來 還想過來 我的媽呀我看到馬洛斯過來了 這個馬洛斯血量還沒纏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一套殺掉他 他要跳下來了 我直接二技能瘋狂空招啊 前面準度百分之百 後面準度跟智障一樣 完了完了 這方亥莉好兇好兇 我這邊再持續poke一下 完了別過來別過來 這邊我還有閃現別怕別怕 再一個二技能 啊又丟歪了 好可惜 我們這一波瞬間損失了兩名大將 這時候隊友好像還想打 我看能不能幫個忙 這邊一個二技能沒打到 好可憐啊 趙雲啊這二技能又空掉了 完了大西出來了 趙雲是活不下去啊 哇這一波的話 我直接打成變智障啊 我怎麼會這樣 不應該是這樣的啊 不應該是這樣 那這一波對方呢 是把握了一股氣勢 直接衝了過來 馬洛斯剛剛搶了 歐西里斯的天空龍 好這邊的話 小心達爾西的這個技能 因為真的很痛 我現在很脆 我被達爾西貓個兩下 就要葛屁啦 我沒有閃現 我看到馬洛斯騰空出事 這邊抓到達爾西嗎 直接秒掉 太漂亮啦 讓達爾西沒有時間丟無敵啊 我剛剛還猶豫了一下 喔 欸你可以看我這二技能 爛到爆炸 怎麼射都射不到 但是關鍵 好關鍵一射有打到就好 關鍵一射又收掉人頭 好啦 這一波的話 對方死了三隻啊 你說他們還要怎麼樣贏 不可能贏的嘛 對不對 直接打上來沒問題 我現在剩一個亥犽 而且我凝霜寶珠 我等他就過去 然後讓你呢 以為抓到我 直接開凝霜 阿格尼的空招 很明顯 那個鬼手 靈異教師的鬼手 很明顯沒抓到人 這邊二技能瘋狂的 沒打到就算是 限制走位 再怎麼樣都有效果 欸欸 準備起來是不是 我直接大招牌推出來 兄弟 漂亮 再一個二技能 對方的阿格尼血量很多啊 很猛很猛很坦 那拉茲呢 二技能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沒命中 就千萬不要一套接上去 你不要久久命中一次 然後就是忘記 然後直接接一套 你這樣會沒有能量 這樣會直接尬尬尬在那邊 人家還不知道你在幹嘛 好啦 今天這部影片到此結束啦 如果說你下次遇到馬洛斯這種角色 你就能選一些拉打 破可能力很強的角色 什麼哥德爾阿 就盡量跟他拉開距離阿 在旁邊一直揍他 一直揍他 一直揍他 他就會過得很開心 好啦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